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候已渐渐暖和了 早晨太阳一出来 花草上的露水很快就会消失 陆放翁这首诗便是根据这种情况描写的 吞吞是日光圆满的样子 如晨生春巡和阳桃楚式别叶诗 风暖日吞吞 黄历飞进村 是说风和日丽 那黄历鸟儿正向村庄飞来 温吞一词则有两种解释 一是指一体为温而不热 如王剑公词 心情草色绿温吞 是说雨后出情 草上还带着雨气 经过日光一照就给人一种暖暖的感觉 温吞另外一种解释 则比喻人的性情不爽快 如某人的言行不够干脆利落 别人就会从旁来上一句说 看它那个温吞劲儿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也许有人受了这个吞字的影响 把吞字念成了吞的音 这是不对的 请您特别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